前小方绞尽脑汁的思考创作 突然灵光一现 想到了外星生物被困地球 只有借助人类的力量才能找到回家的路这一主题 前小方又上网搜索资料 发现引力波是真实存在的 为了完成这个创意的小说 前小方又到图书馆寻找资料 在返回的路上接到了催稿的电话 如果前小方下周一再交不出稿件 就让他辞职 前小方心急 过马路的时候不幸遭遇了车祸 救护车把前小方送到了医院 昏迷的前小方 朦朦胧胧中看到了秦朝的画面 寄箱被安葬在培岭 引力波出现在医院 前小方被吸到了医院的顶楼 接着又被引力波传送到了秦朝的培岭 前小方对此却一点也不知道 被传送到秦朝的前小方 竟然进入了秦朝的身体 这时候前小方一时清醒过来 他拼命地敲打棺材 呼喊救命 却没人回答 最后睡着了 盗墓贼萧和来培岭盗墓 他打开棺材 要偷前小方的手机 前小方醒过来 萧和被吓得失魂落魄 前小方追赶着萧和 就这样又出了培岭 韩信找到秦朝的家中 秦朝的奶娘 让韩信不要去咸阳寻找秦朝了 韩信坚持着要去 奶娘不得不告诉韩信 即将为了不辜负韩信 已经死了 韩信伤心欲绝 要前往咸阳去报仇 外星文明的主人 得知秦始皇实行暴政 考虑着要换一个人 来完成他们的任务 他们注意到了韩信 有一点想要帮助韩信的意思 灵鬼门的黑衣女子 找到了韩信 要完成任务 杀了韩信 韩信请求她 在韩信报仇之后 再来杀她 黑女子说 只要韩信接得住她十招 就放韩信走 韩信以没有武器为理由 带着黑衣女子 来到韩信的祖宅 在这里 韩信挖出了她的祖传宝剑 名字叫无影剑 黑衣女子与韩信过招 两个人打成了平手 黑衣女子就离开了 由于韩信找到了无影剑 这把剑是外星文明的主人 赐给韩信的祖先的 三百年前 韩信的祖先 也是外星文明的后选人 于是外星文明 对韩信就更加关注了 钱小芳想要付钱吃饭的时候 才意识到 自己真的是穿越到了古代 这时候又巧合地碰到了萧河 萧河被一批地痞流氓追杀 钱小芳也卷入其中 地痞要把她绑起来 一起带走 韩信在小河边发呆 河面出现了人影 人影引导韩信 施展自己的才华 如此 人生才有意义 韩信陷入了沉思之中 在这边